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花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塞杯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随杯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患受战马 指節 先前 我还以为朝廷会嫌我官职低微 不肯将徐州赤锋于我 可现在 不但让我领了徐州墓 而且还令我奉赵讨贼 征战元术 攻取南阳军 几位兄弟 你们有何建议 大哥 你只管做你的徐州墓 招兵买马 练兵备战 至于正堂元术嘛 那肯定是曹操假借天子之名 发的矫诏乱名 咱不踩他 兄弟此话怕是不妥 恩赵我们接下了 秘旨却视为矫诏乱命 这岂不是说 哪个对我们有利于我们就接哪个吗 如此的话 非臣子之道 这打就打呗 这元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还记得不 这当初征讨董卓的时候 就是这个贼元术断了咱们的良下 老给咱们使坏啊 今日能打磕痛快 太好了 以前的事情不提了 今日确实因那元术 有不臣之心 天子班照 我只能奉旨陶贼 只是大军出征后 这徐州城 该由谁守备 这可是一桩重任 可 可别叫我守城啊 我早就变坏了 这征讨元术 我得做先锋 大哥 我愿留守徐州 二弟 大军出征 早晚有事 我去与你商量 你必须与我同行 主公 那就由在下领兵守城吧 子龙勇猛过人 是天赐先锋之将 最好也同我一起出征 好 好啊 你们都出去痛快去了 又把我依然丢在家里 三弟啊 徐州可是咱们的根基啊 重如性命 你能够把家看好 那可是大功一见 不行 三弟性情暴躁 一事一冲动 不能担当此达人 此事从长计议吧 什么话呀 哥哥也太少看人了吧 我要是连个徐州都守不住 哥哥砍了我脑袋 三弟你果真要守城 你们只管放进去吧 这徐州交给我了 好 既然这样 那我给你定几条规矩 在我们出征期间你务必遵守 大哥你只管说 只是不要敬我喝酒就成啊 这第一条便是断不可引咎 这这 这不让出去打仗已经难过死了 这不再让人喝酒 这生不如死啊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不行他不行算了 哎哎哎哎哎 哥哥哥哥 我做得到 做得到 哥哥你只管说你的规矩吧 好 第一条 不可引咎之罪 嗯 第二条 不可暴怒任性 嗯 第三条 不可打霸军事 此三条 为军令 你万不可恶 大哥放心 这许些小事啊 我保证是严守不 等你们凯旋归来 我再开怀痛意 啊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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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们看 曹操给我送来了一封密信 说刘备给朝廷上了一道密奏 无限我要称帝 还要发兵攻破我的首府南洋 刘备是什么东西啊 原本一无名鼠辈 却要谎成是皇室后裔 欺世道明嘛 臣呀桃前并亡 窃取了偌大一座徐州 尚不知足 还想打我州县 是可人 说不可人 事逢日下 小人得志 刘备可恨 请主公发兵 剿灭他 刘备固然可恨 但那曹操是善良之辈吗 他说的每一句话 就句句都是真的吗 在下以为 此事有几个疑点 其一 刘备师父真的给朝廷上过密奏 诬陷我家主公有不臣之志 这尚且不清 其二 就算刘备给朝廷上过密奏 曹操为何要将此事通报给我家主公 其用意何在 我家主公也不清楚 其三 曹操和刘备之间 彼此交恶 要害在何处 要害在何处 先生 你的意思是 要害是徐州 刘备区区之辈 得以偌大徐州之城 并兼六军之地 这是让天下诸侯都非常眼红的事 最为度恨的旧属曹操 现在刘备和吕布两人联手 共守徐州 那是兵强马壮啊 曹操他是想功则不敢 欲弃又不舍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就想挑动主公和刘备打起来 弄得两败俱伤 他好从中努力 如果主公败给刘备 不 那是万不可能的 那他就是去南洋 如果刘备败给主公 他就是去徐州 先生说得极是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敢问主公 你想不想去徐州 想啊 我天天在想 我朝思暮想啊 那就趁势去徐州 在下有一计 可使主公轻取徐州 先生快讲 吕布虽然骁勇 他却是三姓的家奴 其心多变而又贪婪 他和刘备同处一城 如出水火 如果主公会他以黄金万两 锦断千匹 令他暗中偷袭刘备 主公到时出兵相迎 如此定能大功告成 事成之后嘛 主公把徐州下的两个郡 赏给他就足够了 再以后嘛 主公找个机会灭了他 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主公 意下如何 主公 好 好 这是大哥的座位 来 主部何在 将军 来了 来了 听着 我大哥把这徐州城交给我了 临行前给我留下了三条军令 这第一不可饮酒治罪 第二不可暴怒任性 第三不可打骂军士 我要你把这三条军令写成中堂 悬于这个大梁之上 我要天天看 夜夜下 严守不务 好 对了 每一个字 都要给我写的碗口那么大 要碗口那么大呀 废话 按张飞的字 那就得碗口那么大 是是 碗口那么大 这写好之后 悬于梁上 再去传 统领以上的将领 华听相见 是 我要训话 对了 你再去给我准备好 按张飞酿的美酒 吴氏丹 是 将军 你刚才讲的话 怎么忘了 那主公留下的第一条军令 就是不许饮酒啊 你废话 我叫你去办 就去办 是是 小的遵命 遵命 来 喝 大哥 我担心三地回醉酒物事啊 我担心三地回醉酒物事啊 我也担心 不过反过来一想 义德如果连酒瘾都扛不住 日后如何成大事 所以还是让他历练一下吧 前后不过几十天嘛 是 其实我更担心的还不是义德 而是吕布 我听说 他与陈公驻守小配后 天天都在招兵埋马 大哥 吕布是偷恶武啊 早晚要上市 你应该把他逐出虚众 我以仁义待他 只盼他不要负我 他要是负你呢 他负我是他 我不负仁义 先生啊 元术既送我黄金万两 丝绸千匹 又发兵助我 这可是谋取徐州的大好时机啊 嗯 好是好啊 可是徐州城哪那么容易攻取 关羽 张飞 赵云 他们志勇可都不在将军之下 怕 怕什么啊 摩有赤兔马 方天化剂 何惧于天下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座城池 总不能老是寄人篱下吧 说不定哪一天 我跟刘备闹翻了翻目成仇怎么办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好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 不妨我们先答应元术 让他把黄金绸缎 先送过来 至于攻打徐州城 我们可以再找时机 好 干 干 喝 你喝好样子 喝 给你了 墨香不能喝酒 一口下去 肚子就痛如刀剑 真不能喝 你这个混蛋东西 这美酒是包治百病 哪有肚子痛的 这特别是我张飞的酒 哪能强身健体 再过龙肝凤胆吗 对 对 对 今儿这酒 你是非喝不可 你要不喝 便是犯了我的军令了 喝 喝 大口喝 喝 你这喝猫尿呢 大口喝 给我喝酒了 墨香万万喝不得 喝了非死不可 那你这就是犯了我的军令了 要么罚酒食吧 要么打一百军仗 你自个儿选一样吧 张将军 张将军 饶着末将吧 求您看在我表哥的份上 饶着我吧 哥 你表哥 是何许人哪 我表哥就是上将军里步啊 他跟你大哥刘备 亲如生意 你别发屁 将军 将军 吕布 才能与我大哥做兄弟 你小子 今儿不仅放了你手的军令 还拿吕布那是 来虎爷 没有 没有 好 今儿我偏偏要打你 打你 就是打那谁吕布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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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没了 将军 你男子汉大丈夫 岂能讨教求饶 你应该说打得好 要不然 我打死你这个贼女步 你应该是打得好 你 打就对了嘛 说 你还在打谁啊 将军 是咱的 对象草暴 放屁 别再打贼女步 说啊 别再打女步 再打贼女步 说啊 错了 不是吕布 是贼女步 贼女步 别再打贼女步 贼女步 这就对了 别打得好不好啊 好 好 好 上将军 徐州承受曹豹 带上来投 曹豹 他是我表弟 快 快请进来 表哥 你也要为我报仇啊 兄弟 出什么事了 你能披护张飞 借酒发飞把我打得死去回来 我求他说看我表哥的面子上饶我一命 他问我表哥是谁 我说是上将军吕布 匹夫顿石打怒 骂表哥你是贱贼 是三姓家奴 还说打我便是打贼吕布 直发我打得死尽活来啊 这招费奇人太甚 是侮辱过我好几回了 这次我绝不着他 来人呢 在 快被马驱我方天化吉 诺 前面 冯贤啊 先不要着急 侧宝 来 慢慢说 张飞为什么要打你 是不是你违反了什么军令 张飞非要逼我喝酒 莫叫平生祭酒 不敢喝他便打我 我没有听明白 张飞为什么要逼你喝酒 因为刘备给张飞下了三道军令 头一条便是不能饮酒 你说什么 刘备给张飞下了禁酒令 为什么 因为刘备率军区征讨元术 城里就剩下张飞 刘备怕张飞饮酒误事 所以才给他下了禁酒令 刘备率军出征了 此事当真 千针万劝 昨天出发的 关羽赵云同行 关羽和赵云一同前往 那为什么徐州城上 关赵二将的将棋还在 那是虚张声势 其实现在城里只有五六千老弱守军 外带一个匹夫张飞 好了 冯仙 时机到了 上天赐徐州城与你 如若我们不娶 那真是有福苍天哪 好 我亲自领军 直娶徐州 报 徐州城坚固无比 如果没有内应 断难攻去 曹宝 你愿不愿意立一大功 吕将军定会上奏朝廷 待你为中郎将刺绝封号 墨将愿意 好 你作为内应 马上赶回徐州城 今夜四更 看到火起 打开南城门 墨将遵命 是吧 的确是虚章声势啊 徐州城已经近乎空城 冨将军 你能想大功 我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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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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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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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军进城了 将军 将军 将军过来 将军 将军 我没罪 吕布我透析虚众 曹豹 曹豹打开南门 赢吕布进城了 什么 曹豹打开南门 赢吕布进城了 将军 将军 吕布进城了 是啊 将军 这伙儿 吕布已经把城中各处要寨 全都给占领了 传令延敌 去我陛前来 遵命 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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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将军不能去啊 去你的 滚 滚 翟绿布 匹夫 快快受死 把我这个贼崽子 来来来 竟然出败成池 三将军 你个贼崽子 三将军 死了 三将军 三将军 咱们快去 三将军 三将军 我要跟他大大三百回合 三将军 我们是三将军 如果已经随打金眼山过来了 我们再不走的话 就来不及了 三将军 还是快点成功 快上 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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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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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部下 送到刘备的住宅 他的妻妻在里 如何处置 听令 你等一定要严加抗护 任何人不得进入 所有攻击 一概不得短缺 为者 立炸 算命 三将军 一 一 一 双将军 东吞粮仓的粮食 颗粒不少 刘备的两万鱼蛋军粮 全都归我们了 好 少将军 北大营不战自降 获得战马五百亿品 好 少将军 陶天的儿子也率救不归降了 好 一不可饮酒之醉 二不可暴公弹性 三不可打骂军事 这个义德真是可爱呀 可爱至极呀 一碗酒就把三条军令全都违反了 还外搭了一座徐州城啊 先生 徐州已经完全落入我们手里了 各处守军都降了 祝贺将军 不过有件事情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吧 何时 现在可以立即通知元术 按照先前的约定 我们已经取下徐州 他应该给我们送来 万两黄金千匹绸缎才对啊 对 我们可是双喜临门 一箭双雕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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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不要再哭了 徐州原本就不是我们的 得何足喜 施何足忧 天意 一切皆是天意 一切皆是天意 三弟 曹操何在 到现在张力了 当初你是怎么说的 哥哥又是怎么吩咐你的 现在丢了城池不说的 二位草双也落入了贼兵之手 你又何面不起来啊 你 我不活了 三弟 我不活了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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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江山已轻浮 谁家不遭殃 我们三人桃园节一时 立下过誓言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你如果再有次等余局 为兄绝不独生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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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少计来报 袁淑派上将寄灵 率十五万大军前来征讨 据此不到实力了 好 前有袁淑大军 后有攀将吕布 无处容身进退两难 难道上天真的要绝我吗 大哥 我率军迎战几零 你固然勇猛无敌 但是徐州失陷的消息 已经在军中弥漫 兵无斗志 不可再占了 那主公准备怎么办 回徐州 徐州已落入了吕布手里 大哥你还要他回来吗 我没打算要回徐州 也不可能 不过我没有任何对不住吕布的地方 相反 吕布倒有对不住我的地方 料想他不会取我手机吧 我们回到徐州可与吕布商量 徐州就归他了 我们暂借小沛落足 那小沛先前是淘欠借于我的 后来我送给了他吕布 我们现在重返小沛 我们现在重返小沛 吕布为主 助徐州 我们为从 助小沛 两成互相计较之事 共聚曹操和袁叔 想来 吕布 吕布 不至于过于吝啬吧 大哥 你就是心太善了 将军 袁叔赖账 怎么 他在复信上说 我们虽然攻下了徐州 却没有取下刘备的首级 所以不能给我们黄金筹段 袁叔小人 自己言而无信去怪我们世约 正天下之使生死无度 还谈何信仪 以我看 即使你把刘备的脑袋 砍下来给他送去 他也未必会送来黄金筹段 他真正贪图的 是这座徐州城啊 报 禀商将军 刘备领兵败官 来了多少兵马 只有刘馆章三计 三计 太大了 好大的胆子 看来他们不是来攻城 是有求于将军 我如此待他 他还敢来见我 刘备到底是个君子 我亲自出城相见 且慢 放心啊 我有话要说 先得 放下 来 宣德 别来无恙 来来来 赶快进去 来 宣德 我不是要夺你的诚实 都是因为张培兄弟 酒醉杀人 导致军心混乱 我怕他误了守城大事 所以才引兵来这儿 守几天徐州 既然宣德回来了 自然应该误归原主 请宣德收下徐州官房 吕将军 你我初次在此相见时 在下就想将徐州让给你了 现在事实证明 在下确实无才无德 不配拥有徐州 今日之变 可以说是天意 是上天将徐州授予你 请将军万物生意 还是请玄德收下官房吧 不敢 不敢 天授徐州予你 请将军不要再生意了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权且替玄德把守徐州 玄德 你自此何去何从呢 在下 在下确实是无处可去 如吕将军允许的话 我想赞助于小配 这样 也可以与徐州互为鸡脚之事 共同抵抗曹操元术 哎呀 玄德雄 那怎么可以呀 这样太委屈你了 如蒙允许 刘备感恩不尽 玄德 小配就归你了 还是你当初那句话 所有良想 由我提供 在下败谢了 只要咱俩同心 何丑大也不成 我们可以徐州为根据 立兵莫马 先取元术 次取曹操 再争刘表和公孙赞 共图天下 请 刘备是位真君子 守如此大人 却凭尽如是 可敬可佩 再也得过 我特觉得 有点对不住 难道你不觉得 刘备可敬可佩之外 更有些可怕吗 先生什么意思 徐州城乃刘备的根基之地 将军趁其不备 占为己有 任何人受到这种奇耻大辱 都是万难忍受的 可是刘备呢 竟然没有一句怨言 重归小配 替将军去看守 徐州的北大人去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做到这种 人齿寒奋平静如水的 能够如此这班者 是何等的心胸和志向 这种人不可怕吗 据报 吕布与刘备再度和好了 徐州小配二臣互为鸡角 联手共聚 如此下去何日可得徐州啊 如果主公想图徐州 如果主公想图徐州 在下实在不敢苟同啊 成大事者不可失信啊 尤其是对小人不可失信 因为小人比君子更危险 先生说得对呀 可我该怎么办呢 主公啊 吕布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他能想要什么 粮饷呗 他现在到处招兵买马 到处搜刮粮饷 他问主公要多少 这小子狮子大开口 张口就管我要十万粮饷 十万哪 给他二十万 二十万 对 二十万 能买到的都是便宜货 成大事者 合力于良想 好 我给他 用力 用力啊 用力 用力 我认识有赏 好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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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 又得意忘形了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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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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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仙哪 你可真够开心哪 我当然开心了 元树遣人送良想来了 送我多少 他给了我整整二十万 二十万 天呐 这太不像元树所为了 太不像了 冯仙 你想过没有 他给你送来这么多的良想 到底要你为他做什么 他想娶小配 大军来袭时 他让我不要帮刘备 对 离间之计啊 什么 你想一想 小配一旦落入元树之手 那么我们徐州城 等于是唇亡齿寒 下一步要收拾的 可就是我们了 可是我已经收了元树的良想 难道还能退回去不成 当然要退回去 否则的话 你就等于接下了两个敌人 元树和刘备 二十万良想 这可是两年的开销 这 这怎么能不要呢 难道你想去 助元树取下小配 走自取灭亡之路吗 我不助元树 也不助刘备 开战之时 我让他们两家霸宾联合 我说你呀 哪里会有这等的好事 他们连天子的话都可以不听 会听你的吗 我们可以试一试嘛 蓝先生坐下来陪我喝酒 好 雕柴 给先生唱首曲子吧 行了 行了 冯仙啊 你就做得极乐吧 我还有些事要做 来 来 继续再来 接着拔啊 来来来来 赢内的游赏 真是个心智单纯的孩子 拜见主公 吕布已付我一封密信 说发誓不住刘备 对 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娶小佩了 各位将军 你们谁敢领兵攻刘备啊 来 尽灵愿帅军出征 好 刘备刚刚受挫不久 小佩守军不过两万 我给你五万大军 献你十日之内攻克刘备 遵命 听令 我帅大军作为后援 吕布如果有所异动 一并剿灭 对 子龙 我把事情告诉你 我们名义上有两万精兵 实际上一万多大 这么少 义德和云长已分兵聚首 但是我心里有数 小佩城市浅漏 他们断难应敌 所以我们只能请吕布发兵相援了 原谅和义德都恨透了吕布 只好你去跑一趟了 我这就去 但如果吕布他不肯发兵了 那你就去拜见陈公 我并不是说陈公比吕布更友善 而是陈公比吕布更聪明 他知道小佩一旦有失 徐州早晚不报 快去吧 灵灵 大梦芳芳芝 盛船依旧 盛船依旧 孤盏长上几度 盛船依旧 不能守 尖殿平生之微愁 青梅珠酒 要把话说透 天下英雄 谁时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 风流 不是空也不是阳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是君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与天地同生 未经许可,不久